也就是杀人动机 证明 凶手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但刚开始够不着 所以 就产生了代偿心态 我们可以用排除法 确定第一个代偿对象 也就是 商兰 在高塔上发现的二成鬼 她恰恰是在 鸿沽酒铺失踪的 说明她的死 和第一起女尸案 都发生在商兰大婚前夜 我收完份子前 发现二掌柜失踪了 合理的推测是 凶手当时在鸿沽酒铺 被二掌柜发现了真实身份 情急之下为了自保 将其灭口 推测凶手 此前可能并没有杀人经验 同时为了不让被误杀的尸体 暴露或影响行动 所以才一试高塔 这也正与后面嚣张的手法 形成了根本性区别 在这之后 凶手一不做二不休 便开始以连环案为行事 不断地除掉代偿对象 并接近目标 这连环案只是个开始 所以李柏 师傅 以及那个身份不明的死者的死 都是因为他们与目标有所关联 而之后 这个凶手沉寂了一段时间 说明他断了线索 直到他锁定了美娘 而美娘 是在你喝完毒酒之后死的 所以凶手 是在你喝毒酒的时候 发现了美娘和目标之间的联系 而目前最后一个代偿对象 就是汪怀远 汪怀远我们都知道 他是个贪官 但为什么偏偏死在了 红寒馆大乱之后呢 这说明 凶手 也就是在 红寒馆宴会的时候 发现了汪怀远 和代偿目标本人的关系 所以 可以这么说 我们要想找到这个凶手 就得先发现这个目标 而金眼目睹了异症爆发 旁观了汪篮喝毒酒 进入了红寒馆宴会 的代偿目标本人 应该就只有一个人 等一等 满足这个条件的人 还有一个 许大人 是 但是为什么师姐 会去包庇这个 萍水相逢的人呢 许大人 人呢 我 咱在 姐 这个时候你应该选择逃跑 为什么会选择来抓我 你们在碧玉庄发现了什么呀 这个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 要不然怎么会跑到碧玉庄 抓我们呢 当年的事 你是主谋还是棒凶我 姑娘 你的聪慧 你的聪慧机敏真的是让我佩服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你明明是被关起来的吧 谁把你放出来的 对我 你已经有什么事了 我 说 你 你 然后 我 你 我 至于其他的一切 都是必要的手段而已 弘尼阵的疫症 也是你造成吧 好像是你一直在问我问题 你总是旁敲侧击地套我话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你 要杀你早就杀了 不用等到现在 仇家一直在找人试药 说明药还没有成功 你需要我的帮忙 白姑娘 你聪明 美丽 你明明是天上的仙子 你却甘愿纠缠世俗的赃物 像你这样 能够把事情做得明白的 已经很少见了 更难得的是 你还能把事情看得明白 所以呢 所以你应该知道 第七位药材是什么吧 你说我会不会放过你